今天的話我們第13次上課 首先的話我們這個課程基本上已經快到尾聲了 然後上一次上課的話主要是針對 因為我們這個課程主軸還是在那個爬蟲跟那個繪圖上面 那後面的部分難度其實會越來越高了 那其他部分可能還要請同學回去多做練習 那我發現其實同學蠻認真的 尤其有些同學就回去會針對那個資料上面去做一些 把它變動一下就是換一個這個這個網址去練習 像上個禮拜我們主要是針對那個就是那個什麼 這個這個資料應該是外匯資料齊交所的資料 那這個部分的話各位可以參考那個雲端白板上面的第3個單元吧 我印象中第三個單元打開的話這邊有 然後裡面的話有個網址 那我們其實有分兩個階段來完成 第一個階段是先抓那個就是基本的資料 因為在那個開放資料裡面齊交所他有提供給我們就是那個外匯的一個資料 不過是好像只有提供兩個月 就是11月跟這個月吧這兩個月而已 那當然這個如果不符合你的需求的話 你可以再改成我們後來後面有一個練習 就是說改成用網頁的方式去抓那個你可以選擇你的歷史資料 在那個第8頁的地方這邊有個字 不過兩者之間最大的差別是 第一個資料是CSV那直接抓就可以了 那其實當然如果你要抓CSV的資料 我們前面講過了 當然最簡單的方法 還是用所謂的那個這個query table來抓最簡單 那抓的話當然如果我今天希望把它抓下來的話 理論上你可以去找到一個範本 這個範本的話其實也蠻好理解的 基本上就是利用那個query table裡面的add的方法 那如果各位想要知道那個query table裡面的細節 因為之前有同學提到有關 就是那個query table的這個 他這個地方好像有個refresh後面有個參數 這個參數的話如果你用錄製聚齊的話 預設是false false其實或者你打0也可以 那當然如果你假設沒打 我印象中好像是1吧 1是true 就是說要不要在背後執行 也就是如果這個地方 如果你讓他在背後執行的話 那變成說他就會繼續往後面去執行 那所以好像那個同學的問題應該是 他要刪除那個藍的時候發現 奇怪怎麼都刪不掉 後來我才發現 因為我在看的時候我會射中斷點 如果射中斷點變成成程式會停下來 停下來之後的話 那我們再去看其實好像就刪掉了 那他其實會最重要的差異就是說 是否在背後執行 如果在背後執行為true的時候 他反正就是說 你在背後我還沒抓下來 但是你程式照跑 所以會有個問題 如果假設你這邊是沒有加 或者加上1的話 他會把資料先 就是還沒抓下來的時候 變成他就執行刪除 那會刪除不掉 所以我看一下 如果我假設用預設的 就是background query 等於這個false的話 那特別重要 前面這個是他的那個參數名稱 那如果你們現在看到冒號等於的話 後面就是他帶的參數 那如果說呢 假設reflection後面其實只需要一個參數的話 其實這個不加也沒關係 你打一個false也ok 或甚至我的習慣是打0 因為0就是false 那如果你打這樣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執行 假設我希望把那個 抓下來一直到 到K欄的資料都把它刪掉好了 如果我先不加好了 這個先註解掉 原則上的話呢 假設我把資料抓下來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留前三個欄位好了 後面這三個欄位不要 比如說1到K 我把它刪掉的話 那這邊的話理論上 我就加一個 最簡單的方式 當然其實刪除欄的寫法很多 你可以用range 但我是覺得如果你要刪除欄 那用colons最簡單 那比如說我今天希望colons哪一欄呢 幫我從1欄 刪到K欄好了 所以這邊的話 我就把這個K 把它改一下 ok 1冒號K 那他就知道 幫我把那個1到K欄刪掉 ok 那如果現在執行的話 因為我現在refresh還是用 background的話 等於false false的話 那理論上就是 他要抓下來之後再刪喔 ok 所以執行的話 看一下應該ok 那如果你假設 預設的話 一定是有個background color 等於false 那同學好像 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call的那個範本是 別的地方 那個refresh拿掉 如果你refresh拿掉 或者是加個1 我印象中他是怎麼 他是 變成說他就在背後執行 等於true 你在背後執行 不管你資料有沒有抓起來 反正呢 你就先run 然後還沒run完的時候 你就去刪的時候 那會發現一個狀況 就是說呢 你會刪不掉資料 ok 所以執行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 不過 你會發現 為什麼我這個地方 還可以刪得掉 我在想說 是不是這個地方 修正日期 因為他會先跑一下程式 那一樣會有個時間差 所以假如說我把這個地方 把這一行給註解掉 我看一下 refresh等於true 等於是說 當然這個有個前提 就是說如果你這個資料 量比較多的時候 會delay的時間比較久 他就會差一點點時間 那有可能就會刪不掉 我看一下 不過我這個地方 還是說我的網速比較快 這個 我之前有試好像真的會 卡一下 這個後面就來不及刪 所以特別注意refresh 那可能因為我這個資料量 比較小 他可能一下就抓下來 然後不會有delay的狀況 ok 所以這個地方 可能要注意一下 預設值應該是0 或者false 那如果你改為1的話 他就會在背後執行 當然啦 如果你假設 不是刪除藍的話 應該就沒什麼太大關係 這一點可能要 跟各位說明一下 因為同學有剛好問到 那之前我run 我這邊run好像都還蠻順的 所以我就實在是查不出 後來發現 對 我之前好像把它改成 改了一個 好像就會有那個 後面 他會有沒辦法刪除的 那個問題發生 所以這個地方 正面跟各位提一下 另外的話 上個禮拜呢 其實我們就是在 我看一下 上個禮拜的內容 我們基本上就是 在雲端白板上面 各位可以看到 上個禮拜的一些重點 然後我們的 我剛剛那一 在這邊 ok 所以呢上個禮拜的話 基本上 我們就是把資料抓下來 另外改用那個pulse的方式 來抓取外匯資料 那主軸就是 如果我改成 這個地方是用 用的不是抓csv 因為相當這個地方是抓csv 比較簡單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會需要抓一個變動的資料 那可能會有一個狀況 就是說 我必須按一下這個按鈕 然後觸發一個 一個事件 如果在網頁上面的話 就是一個事件 然後 它會傳遞給主機 就是說 你要查詢的日期 ok 但是呢 它會 理論上傳遞參數的方式 有兩種 我之前有跟各位講過 就是一個是用get 所以get的話 會在上面顯示出來 那可是呢 問題是 像我們執行完之後發現 奇怪上面怎麼沒有任何參數 不像那個大樂透那個一樣 那主要的原因是用它叫pulse 所以pulse的話呢 你就是 有幾種追蹤的方式 這可能要慢慢熟悉 那其實還蠻多網頁都是用pulse的 尤其是 它不希望你去抓它的資料 它就會特別會利用pulse的方式 當然另外的話 還有一些地方就是 就是說呢 如果 如果 這個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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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他这个网页里面的所有的相关的讯息 那你会发现他预设会在元素 元素英文的话 如果你们假设Chrome出现的是英文版的话 那可能就叫Elements 就是元素 那这个元素指的基本上大概有几个东西 不外乎就是什么呢 不外乎就是这个HTML的标签 像这上面都会用什么呢 DIV或者是Table Table是比较常见的 另外的话他这个蓝的话他会用TH 那底下的话呢如果列的话 比较常见的是什么TR 这一列 那底下如果说这个资料应该是TD 大概会有这些标签 那除了标签之外 其实还会有Class Class的话就是它的类别 其他当然还有所谓JavaScript 这边有JavaScript 所以呢在一个网页里面 基本的架构会有这些东西 各位至少要了解一下 你不需要完全了解 但是至少你要知道你要抓的标签 是什么名称 那你就可以把那个标签把它取回来 那我们如果要抓那个Post的参数的话 理论上就是要切到那个网路 网路地方 OK 然后呢 再来就是按一下那个执行 送出的动作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带这个参数 比如说我这边稍微改一下 比如说我改成10月份的 10月到11月好了 OK 然后按送出 送出查询的话你可以看到 这个网路就会有变动了 然后呢他会提供给我们就是说 到底这段时间你按下送出之后 他这个网页里面到底怎么跟那个你的主机做沟通 而且他会有个时间轴 时间轴上面会显示出来 那当然呢 其实理论上我们是抓第一个啦 因为第一个的话理论上是那个执行的程式 那这个程式里面的话当然会给你几个东西啦 包含他的什么header 他的标头 然后他会告诉你说呢 他的申请网址是这一个 所以将来如果你要用creditable的话 申请网址就这一个 OK 另外的话底下也会跟你讲说 他的要求是post OK 然后其他的话哪一些 底下会有一些回应的标头 不过这个回应标头 理论上我们creditable里面都不会放啦 那但是会有一个问题 他有一些那个server 他会用来判断说你是不是爬虫 怎么判断呢 其实很常遇到就是说 他会去检查说你的那个 这个user agent 是不是一个浏览器 你比如说我这个是那个chrome浏览器 然后他的背后应该是这个 这个浏览器的名称 底下还有很多相关的名称 那他会把这个user agent 直接传递给主机 用来判断什么 判断说你是不是浏览器 如果你是浏览器 我都给你资料 那如果你是像exale 我们用creditable 他就没有这些东西 没有这些东西呢 他就不给你东西了 不给你资料 用来做什么呢 做那个就是反爬虫的动作 所以有一些网站 会有反爬虫的问题 尤其是那些像金融机构 我发现他比较严谨 而且背后工程师其实 有一批人就专门做一些 反爬虫的动作 他让你想要抓也抓不到 但是你说抓不到吗 他也还是可以抓到 就是有所谓的反爬虫 那就会有反反爬虫 也就是说你倒高一尺 那我什么呢 就是磨高一丈 那我就是直接在找一些方法 那怎么方法 当然你就是加一个参数 加一个header 那header里面的话呢 你就带什么 带那个 这个user的agent 带过去就可以了 不过我查了一下 好像creditable里面 好像没办法带这个参数 所以如果你遇到说 有反爬虫的动作 那你可能就没办法用那个 就是creditable来完成了 所以creditable理论上 他比较适合一些 他没有防止你抓资料的一些网页 另外的话就是说 他的标签是table 如果假设不是的话 那可能你也不适用 所以有一些 抓网页资料 他有些适用 有些不适用 那除了用这个方式之外 你就说老师 那是不是另外有没有别的方法 当然有啦 那干脆还有个方法 干脆呢你就呼叫什么 呼叫浏览器 比如说 Excel的话 大半会呼叫的是 IE或edge浏览器 因为现在微软的 他会把它呼叫起来 让他在背后执行 那执行之后 有点像 我就背后偷偷的 跟那个浏览器讲说 你到那个浏览器里面 帮我打开浏览器 然后呢你告诉我里面 载入的东西再传给我 然后我把里面的资料再抓回来之后 放到Excel 那不就OK吗 对 其实还有这个方法 就是如果你假设 会有那种 他会防止你抓那个 就是网路资料的那个 反爬虫机制 那你干脆呢 就是背后呼叫浏览器去抓 那你浏览器看得到的东西 就没有抓不到的道理了 OK 这个也是个方法 那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 这个部分的同学 可以看一下 其实我也有把那个 就是用Ie软览器去抓资料的 这个部分 放在第六个单元 OK 所以如果假设 各位想要预先先预习的话 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这个第六个单元里面的话 主要我记得是 如果你要呼叫Ie软览器 当然Edge也是一样 Edge底层其实是Ie啦 所以之前有同学问说 老师你如果用Edge 有没有办法 因为现在新版的都Edge 那其实到底是一样的 OK 但是如果你是像你是Mac 你是那个 你的那个浏览器 Safari 就没办法用就是这个方式了 那你们可以看到 如果用那个Edge浏览器的话 所以如果你是Mac上面的Excel 那可能这个方式就不适用了 OK 可能要找别的方法了 那里面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我有在这边上面 就是在第六个单元的第十一页里面 里面可以看到 这个就 我是举那个用中央气象局里面的那个 下载气温跟降雨量的范例 那底下有一些连结 各位如果想要再参考 有关就是 IE浏览器 它怎么运行的相关说明 底下也有相关连结 那不妨你们可以再参考一下 那底下的话就是说 主要是利用那个叫Create object Create object实际上到底一样 我就产生物件 那什么物件呢 就是把Internet is brought IE浏览器 Application 就是把它引用进来 变成一个物件 所以如果你们再来看到一个set的话 理论上都是 后面的名称就是一个 所谓的物件变数 那这个物件变数里面呢 我们其实只要跟那个 IE讲说 你帮我 连结到某一个网址 所以你给它一个网址 但是呢 载入的时候 可能要standby一下 就像刚刚我们那个 refresh的时候 它如果资料还没下来的时候 你就把它直接打开 你会没办法处理后续的 因为它可能有些资料还没下来 所以我在这个程式里面 我有加了一段叙述 就是让程式稍微等个三秒钟 ok 然后三秒钟 大概 如果啦 当然这个可能还是需要 是实际上的状况而定 如果你假设你的这个 连结数字比较快的话 那这个数字可以降低 那反之都可以给它调高一点 然后呢 它会把整个网页 所以整个网页里面 资料全部抓回来了 所以呢 比如说我们将来 假设用IE浏览器去抓资料的话 那它就会把这个网页里面的原始码 原始码就是按右键 它这边有一个 解释原始码 它就会把这个网页里面的原始码 包含这些 各位可以看到 从HTML 一直到底下 总共 这个网页其实 行数 其实不算多 300多行 它会把这里面所有的东西 通通丢回来给你 但是问题 你会想说 哇老师这个东西 那我可能我只是要什么呢 我只要某个 某个资料里面的标签 什么样的资料里面标签 比如说包含是1月2月一直到12月 然后底下的话呢 还有一些相关的数据 那我要怎么样刚好抓到这些相关的数据 所以这个地方就需要用到 用标签的方式去抓 所以呢 我底下 我有提供一些抓的方式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先稍微预习一下 然后今天的话 原则上 因为这个我预计是 因为难度比较高 所以我就把它排在比较后面 所以今天的话 原则上 我们再来看一个延伸的范例 今天的话也许 再来看一个 第四个单元 这个可能跟上个礼拜的范例有点类似 但是又有点难度有点提升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上个礼拜基本上就是我们先下载资料 然后并且删 删掉的话是同学问的问题 另外的话也可以做查询 查询的话我们是用input box 那当然你可以利用那个post的方式 然后呢 当然主要我们刚刚提到的 就是说 你可以透过这个奇交所 这个后面的 叫pad load 你可以看到这边两个参数 然后再用create table 把它改成 再加上post text的参数 它就知道说原来你是要用post的方式传递参数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透过那个post的方式 再丢给它 比如说我要10月1号到2022的11月30 30好了OK 然后把这个资料给我一下 OK 然后他就帮我把资料全部都抓过来了 抓过来之后的话呢 如果我今天呢希望绘制图表 那我们上个礼拜最后 基本上就是 如果我的绘制图表 当然我是希望全部啦 比如说全部折线图 按下它 我希望10个栏位的折线图 全部帮我绘制过来 我这个把它拉宽一点 拉过来一点点 让它按按钮把它删掉一下 OK 然后呢 如果我希望全部折线图的话 比如说从 这个是应该B栏吧 到K栏 总共10个图表 如果我今天10个图表 希望绘制的话 那怎么做 OK 那当然我 基本上我是建议各位 如果你对于绘图 假设没有那么熟悉的话 其实你可以按部就班 你可以先绘制一个什么 美元折线图 有没有 假设你这个画了出来的话 那人民币也画了出来的话 那理论上后面应该就比照办理 第一个OK 第二个OK 那底下的话你就相比较一下 到底这两个图 有哪些这个就是数字变动 OK 其实包含几个啦 第一个当然就是 它的位置 位置部分有变动 从那个11到 这本来是1嘛 变成11 然后另外资料变动 资料的话呢 从B栏变成C栏 所以有两个地方变动 那上个星期的话 我们就是把这个变动一下 最后把它绘制成全部折线图 那主要 当然就我刚刚跟各位讲的 其实主要就两个地方变动 第一个的话就是 我们的那个 这个 位置部分变动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们这边加个K 那K的话 我是预设值给1 后面的话呢 K等于K加10 把它加上去 位置就一直往下 1 11 21 一类推 另外的话呢 就是蓝的地方 比如说第一蓝 当然B蓝 那我想了一个方法 我用MID 去切这个字串 当然如果假设 其他可以的方法 那你可以用ASCII Code内码去查 其实也可以啦 不过我是觉得那个方法 好像没有这个简单 另外的话呢 我们上个星期最后 我有再做个变化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 本来是一蓝的 我把它变两蓝 OK 类似像这样 甚至呢 我可以把它变三蓝 OK 那至于怎么做 上个星期有跟各位讲 主要就是说 我的想法是 再增加这个地方 如果两蓝的话 那主要就是把第一蓝 第一个 这个美元一样放这个位置 但是它的宽度变成一半 所以呢本来是 10蓝宽变成5蓝宽 然后呢 第二个图的话呢 我是把它放在 右边 那当然呢 变成说它的坐标 其实有几个地方 不一样 就是说呢 它原来应该 这个应该是放在 M11 可是我把它改成 一样是在 M1的水平位置 这个 垂直位置是一样 Top部分一样 可是呢 Lapt部分 都变成说 它要增加 等于5个蓝宽 放在这里 那怎么判断说 它是左边右边 那我这边想到的方法 我是用一个所谓的MOD的方式 MOD的话是求那个余数 所以这边的话呢 一样我们跑一个回圈 For i 等于1到10 那如果MOD MOD是求余数 除以2之后余1的话 表示是基数 那我基数我就照原来的方式 去把它秀出来 那反之偶数的话 就是右边那一个 那右边那一个 必须要让它换到下一个 所以你会发现 K等于K加10 我是把它放到右边那一个 这个叙述的下方 OK 等于是上面跟下面差别 只有这个地方不一样 这个地方不一样 就是 当它在右边的时候呢 我让它换到下一列 有没有 下一列 就是一个 然后呢 另外还有一个地方 下面基数的话 应该要放在右边 所以呢 我好像还有个地方 再增加 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 我让它的宽度 不是宽度 应该是坐标的地方 大概两个地方 第一个是 这个地方变动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它的坐标 Labs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呢 水平坐标 我让它加上多少 加上它的那个 M1的宽度 再乘上5 OK 也就让它向右 5栏的位置 然后并且换到下一个 那你想说 如果我今天呢 要让它 什么 变成 这个 3栏的话 OK 那其实后来我想的方法 跟那个 刚刚的那个M2 其实是一样的 差别只是说呢 我把这个地方 如果我要把它改成 Mod3就可以了 本来是Mod2 2栏 如果3栏 就Mod3 那如果它的余数 等于1的话 那表示是第一个 如果余数等于2的话 那是第二个 那余数 当然反之啦 反之就是余数为0 因为就整除了 其实不外乎 除以3之后 不外乎就余1 余2 余0 余0的话呢 也就是最最右边那个 一样K等于K加10 然后呢 如果原来的Labs 其实还是一样变动Labs 这个Labs是不加 可是这个的话是加3 这个加6 它才有办法做出什么呢? 像又一个 所以哦 这个是加3 这个人民币 这个再加6 三个三个 然后这个是6 然后在这边的话 换下一列 OK 所以哦 那当然你说 老师那如果我要4 4 那一样嘛 你就Mod4不就好了 其实道理一样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其实 就还有把它换 跨工作表 诶?跨工作表 如果我今天假设啦 我希望资料在这边 我不要画在这边 因为画在这边 感觉好像 让工作表变得好像 有点太 就是说同 单一个工作表 我希望让它单纯一点 哦 就是第一个工作表 就资料 第二个工作表 就画图 这个是爬虫 爬虫就画在 第一个工作表 然后呢 这个 第二个工作表的话 那就画折线图 那当然我前面有 有两个 有三个 那如果我希望有四个的话 因为 假设刚刚放在 右边的话 感觉宽度不太够 所以如果我要四个的话 其实也是这样 你们可以试试看 诶这个是两个 如果五个啦 其实这个可以改成Mod4 然后这个的话是三个 ok 那如果要四个的话呢 有没有类似这样子 啊一样啦 就是这个程式 我印象中 主要应该改哪些地方呢 主要就是说呢 我把这个四个的话 其实就是Mod4 ok 这边的话其实就是Mod4 等于1 那就是放第一个 等于2的话呢 那就放第二个 等于3的话就放 反之就是整除 那所以一样哦 这边就是把它 k等于k加1 那还有个地方不一样哦 前面我们是放在M 就是坐标的地方 是放在M M1的位置嘛 那现在把它改成A 另外还有个地方就是说呢 资料部分哦 特别说 还有个地方 其实最大的关键就是 资料来源 记得呢 记得呢在这个 set source data 的后面呢 记得一定要加上哪一个 工作表 那我这边的话 是把它在 Range前面 加一个 sheets1 ok 那sheets1的话呢 指的就是前面的工作表 当然啦 如果你不是放在第一个的话 你可能就要改它的 第几个哦 所以这个地方要改 底下一样啦 底下这边都要改 那如果说你假设呢 你要用名称的话 你这边一样 我这个名称叫做 资料 所以你也可以哦 除了用第几个之外 你也可以跟他讲 我的资料在 sheets資料 的这个工作表 所以这边一样 你可以打上资料 这样他也可以知道 你的资料在哪一边 一样可以把它跑出结果来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把那个上个星期 的这个练习 稍微复习一下 主要就是下载CSV 然后下载的话有条件 Post 另外的话就是说在这边 汇市美元一个人民币 然后再全部 那并且呢改一下 这个可能就是要想想看 改成两个 改成三个 然后变成在这边显示 就是换一个工作表 比如说在这边显示 那其实就把M改成A就可以了 然后两个 三个 四个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吧 然后